明天就是垂直夜港狗多处会有倒数的活动 警方和运输处也实施了特别的交通安排 方便市民出外活动 而汉民处在沙田就安排了垂直倒数加联华的活动 届时会有歌舞音乐和杂技表演等 市民可以免费入场参观 又杨凯南说一下 Hip Hop舞 还有热情的非洲和森巴古乐 来自英国和本地的多个表演团体 明晚会在沙田为市民献上连串的迎接新年节目 挑战极限的就有X-game表演 也有适合小朋友的舞台剧 活动会在沙田公园以及沙田大会堂广场一大举行 从明晚的8点半开始到明天凌晨零时30分结束 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宽度随直夜 警方会在尖沙座一带实施人群管制和特别的交通措施 红磡繞道会在31号下午的6点半开始封闭 巴士需要改道 行人专用区就会在明晚的7点半开始 而在港岛区 南桂坊一带明天下午的5点到1月1号凌晨4点封闭 改为行人专用区 铜锣环区就为了方便市民参与时代广场的倒数活动 在下午的5点部分路段开始封路 而在维园因应举办公展会 附近的路段也都会封路 列作行人专用区 公共交通机构在随直也都会加强服务 地铁通宵行驶 迪士尼线就会延长到凌晨的3点 而九铁方面 东铁本地线 马铁 西铁和部分的轻铁线 也都会通宵行驶 三间的巴士也都会加强服务 汉民署发言人就提前市民 针对乱抛垃圾和非法摆卖 以及蓄意破坏公民 将会联同食环署和警方加强执法 亚洲电视记者杨矮南报道